黃麗琴好像鬥心很強 好像他年輕 對 如果鬥反手也贏的話 黃麗琴的贏面就非常大 黃麗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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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的開局就是爭取 黃麗琴 二比二 有叉莫 黃麗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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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反手他认为比较舒服的话,他主动变线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因为你只是对着反手,你不主动变线的话,在乐点上变化下,这个是丧失了自己的优势 老婆,大家都打出很高的水平,这个是拆网的,张继科救到 反手的法力,终归赢了一分漂亮的张继科 王丽勤顶着他前面的两分法力之后,变成一个正手 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虽然很避动,避开对方的锋芒 5比4,我现在说了他,加一个右掌 如果王丽勤的节奏自己掌握得比较好,该快的他会快 该拉高调的这些球,他又会控制一下,不是急于抢 各机场,结法球芯一分 5比4比4比6比4比6 beside 就追平了 黄麗琴現在想爭取主動一點 反手打完後,側身搶 可惜這分球打到板邊 這分發球上股 比分再咬住,7比7 衝 張繼波在主動的情況下 反手打塞 這球很遺憾 衝 黄麗琴防守又贏了1分 領先2分的優勢 張繼波的接伐 反手始終覺得是 很有獨度之處 他看到黃麗琴要側身搶攻 再加上他逆旋轉的接左側旋 這球更加保險 錯! 反而這個 黃麗琴變一變旋轉 發得他轉不轉下去 反手他就會拉失 所以有時側旋球 不一定對對方有很大的威脅 有時就這樣放下去 反而還要收到比較好的效果 好了,8比10 又11個不良 兩位都會下雪 真是真是 前面第一位肯定是判斷失誤 第二位知道 但板形也很難掌握 很難調整一下 這也是防守得分 張繼波 反轉,11比10 贏了第二局 現在是1比1 逆轉得快 10比8 以為黃麗琴可以移給領先的情況 居然是輸4分 尤其是前面兩個發球